什么东西是你在春节当中最难忘的味道 我觉得是家的味道 是熟悉的味道 那今天我们就用咱家乡的特产芋头园 来诠释什么是熟悉的味道 芋头现在应该全国各地都有吧 但是尽量选用这个芋头仔 我家的这个看起来大小虽然参差不齐 但这就是家的味道 蒸熟后一定要趁热把皮剥掉 冷了之后就不好和红薯粉揉成团了 里面的馅料就可以自由搭配了 我们家通常的都是一些肥肉瘦肉 瘦一点的切成小丁 吃起来更有颗粒感 肥一点的用绞肉机绞得适当粗一点 然后是一些新鲜香菇切成小丁 黄豆芽切成小段能够丰富馅料的层次感 芹菜感知真香效果特别明显 所以建议大家放一点 黄豆芽和香菇丁先炒干一下水汽 后面才能炒得香 馅料里面还有一些5毫米建方的豆腐丁 提前用菜油煎香的和好黄豆芽放在一起了 前面的准备工作做好的话 下面炒馅料就简单了 锅烧热少放些油 馅料油太多的话 待会儿芋头园就捏不拢 待锅里面肉丁炒干水汽以后 放入提前用冷水泡软的粉条 这个粉条馅料是我们当地很多人的最爱 但是一定要炒香 用这个柴火灶架凉跟干柴 慢慢的炒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边炒边加刚刚边肥热的油 随后放入香菇豆腐豆芽 再次炒香炒均匀 调味那些盐 现在的口味可以烧重一点 个人觉得偏淡了 体现不出特别来 因为这个芋头园的皮比饺子皮要厚很多 脑抽放够了 把颜色炒均匀 让酱油的香味彻底的释放出来 最后出锅之前来点味精 以及刚才的芹菜末炒均匀 最后我建议让我妈放了一点蒜苗梗子 现在的香味直接就升华了 炒好后舀在盆子里稍微放凉 现在正在揉的就是用剥好的热芋头 和这个红薯粉以4比1的比例 趁热揉成光滑的粉团 里面的芋头和红薯粉粒一定要揉到位 揉好静置两小时后再包 包这个芋头园其实比饺子和包子都要简单 取一坨粉团再简单的搓一下 搓一下湿润一点包起来就不会闪 把皮捏成中间厚四周薄 然后取适量的馅料 太多了会捏不拢 馅料放好后直接捏拢就可以了 尽量的捏结实一点 蒸的时候它就不会爆 经过4个人一个小时的粪战 包了这一波级9981个 个头有点大小不宜 但是味道肯定不会差的 蒸的话上汽20分钟就OK了 大家看看白白胖胖的 一口咬下去外面的皮Q弹有韧性 里面的馅料层次感分明 超大一口包罗万现 满口油香 这就是漂泊在外的油脂 心中春节的味道 太满足了 请把您心目中熟悉的那个味道 扣在弹幕中 嗯 这么油 哇 哎呀 感谢观看